朋友们在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首先让我们先来关心这是在美国方面的消息 第一个看到美国联邦参议院日前封杀了包括边境安全和援助乌克兰的国安追加预算法案 金额高达1183亿美金 共和党不满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的改革 也反对通过这项追加预算 民主党打算要令皮细径来分拆这个法案 单独推动原外预算要迫使共和党表态 所以参院则定在今天会再战 参院是在昨天下午举行终结辩论的程序投票 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跑票 仅仅只有49票赞成 没有达到通过门槛所需要的60票 没有办法把法案交付到表决的情形 那么原提案是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耗费数月协商所得来的 名为国安追加法案拨款1183亿 600亿用来支持抗俄罗斯的乌克兰 141亿提供以色列安全援助 法案还提供48.3亿来支持 遭中国大陆威胁的美国印太主要伙伴 另外法案也授权202亿美元来强化美国的边境安全 在参与协商跨党派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兰福德则说 距离上次采取修法行动 应对边境安全过去30年参与事实后 决定是否要做点什么 而五党籍的参议员在喜纳玛方面也抨击共和党议员不给机会 只想把边境安全当作选举话题 在两党的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支持的情形下 四名共和党议员支持推动修法 六位民主党议员不满边境议题妥协过剩 投下反对票 在参与封杀了提案 形同国会11月总统选举前 是不会通过任何移民或边境政策的法案的 美国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现在前景一点都不明了 接着我们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会晤了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他力促以色列和哈马斯要停火 这场加萨战争到昨天建满四个月 现在已经今天开始第五个月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正在考虑由美国埃及卡达居中获选的停火协议 这个提议是有望暂时停止战争 并且使得关押在加萨的以色列人制和巴勒斯坦的囚犯 可以因此获释 而根据资料显示 哈马斯提出停火的协议有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是45天 哈马斯依照这个计划会释放剩下的人制 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 加萨将可以开始重建工作 以色列军队将完全撤出 并且也会交换死者的遗体 而在对于哈马斯的停火计划 以色列总理已经表态拒绝 同时还下令要准备进军了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 这个是关于在美国政府网络安全部门 昨天发布了一个咨询公告 指由中国所支持的骇客福特台风 在能够侵入美国部分的关键基础设施 已经最少五年 现在提醒外界注意 骇客借由路由器防火墙或虚拟专用网路 就是VPN的漏洞 来窃取操作者的权限 长区植入基础设施运作系统 FBI的局长雷一上个礼拜就说 骇客是锁定的包括了水厂电网运输系统 还有汽油与天然气管线的美国基础设施 准备好在中国当局一声令下 在美中爆发冲突时 对美国民众和社会可以造成重大 而且还是实际的伤害 那么谈到了中国 也看到华盛顿的消息 为了扩大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 并且在台湾方面 要把台湾排出国际社群之外 中国现在也积极的抢占 国际组织重要的领导权 在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机构 美中经济际安全检讨委约会 就在昨天公布了到2月2号的半年报告 整理中国在国际组织出任要职的情况 根据报告 目前担任联合国机构要职的中国公民 包括了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 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 还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高阶 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朱明 国际法院法官薛汉琴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 与方案支持支柱局的局长徐浩良 再加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 屈东宇等人 好 接着我们再看地方性的报告导 这是在美国陆战队有一架载有5人的运输直升机 昨天早上在内瓦达州回到这个加州途中 结果失踪了 那么在加州San Diego的山区后来被发现 然而因为大雪也使得救援 没有办法达成往后拖延 在救援人员说 直升机所在的地区 长满了松树和茂密的灌木丛 再加上天上现在天后是大雪 使得地面救援更加的困难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就是经济方面了 我们看到华尔街对AI的浓厚兴趣 使得美国的晶片大厂 这个是辉达的市值 即将20年来首度超越Amazon 而且它的市值距离Google母公司Alphabet也不远 根据现在的资料 汇达股价在今年已经飙涨了40%左右 汇达预计2月21号会公布财报 在Morgan Stanley公布乐观的报告后 汇达昨天的盘中股价 已经达到每股694.48美元 上涨达1.8% 而在S&P500指数呢 在昨天已经上涨到逼近5000点 创下收盘的高点 最主要就是因为投资人仔细分析了 另外一份预示经济繁荣的财报业绩 在2021年4月 首次突破4000点大关的NASDAQ指数 在现在上涨了40.83 收在4995.06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这里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火美剑 在美国新闻之后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朋友们国际新闻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是关于在以哈的停火方面的情形 我们看到来自耶路撒冷的报道 对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出的停火计划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天就断然拒绝 他还下令以色列军队准备朝加萨南部城市拉法进军 并且说在加萨全面胜利 指日可待 在加萨的战争迈入了第五个月之际 纳坦雅胡也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上指出 下令以色列军队准备对拉法展开行动 他坚称对于哈马斯的完全胜利 才是结束加萨战争的唯一解放 唯有完全胜利 才能够恢复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安全 那么欧盟官员也在昨天说 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和以色列开战以来 欧盟也爆发了反犹太以及反穆斯林仇恨犯罪 欧盟主委会副主席纳斯 昨天在总部设与法国斯塔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做了上述的发言 表示反犹太和反穆斯林讯息 已经在网络爆发 指出生活在欧洲的许多犹太人和穆斯林 现在都在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 下边我们再看到 在北约 昨天举行了国家安全顾问层级的会议 会后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和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一同举行了记者会 两人都提及了包括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 相互连接带来的安全挑战 并且将会持续援助乌克兰和增加军火的产能 NATO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31个盟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会议 同时邀请还正在准备等待正式入盟的瑞典参加 会中讨讨了7月份在美国华府要举行的70周年高峰会 还有增援乌克兰以及中国挑战等议题 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强调 北约支持乌克兰不是慈善 而是攸关本身的安全利益 因为俄罗斯的胜利就会弱化我们 并且使得其他的国家包括了北韩、伊朗、中国、莫斯科更为大胆 那么斯托腾伯格也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 那么北约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虽然各盟国并没有面临立即的威胁 但是永远不要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 下边我们再来看的就是首尔的消息 南北韩的关系持续的急剧恶化当中 在现在北韩的媒体说 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已经表决通过 同意撤销所有与南韩就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议 在最高人民会议也批准废除管理与南韩经济关系的法律 包括运作金刚山观光计划的特别法 在北韩的最高人民会议通常会采取正式步骤 通过北韩执政劳动党制定的这个政策 而金刚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边界以北地区风景优美 而旅游当地是南北韩经济合作的象征之一 在这项计划在2008年暂停 就是因为一名南韩游客误入禁区 遭北韩警卫枪杀的 那么现在北韩也有媒体报道 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生产消费品和食物的工厂 对设施提供现代化的指导 来作为实施新区域发展政策的一环 好 另外呢 再继续往下看 这是在巴拿马 现在他的前总统马丁内利 因为犯下了洗钱罪 被法院判处将近11年的徒刑 尼加拉瓜则在昨天表示 同意对这位巴拿马的前总统提供庇护 尼加拉瓜外交部在给巴拿马的一封信中说 马丁内利在尼加拉瓜大使馆寻求庇护 那么在现在尼加拉瓜已经基于人道原因 会确保马丁内利迅速离开巴拿马 前往尼加拉瓜 我们最后看到莫斯科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已经在昨天正式的证实 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接受美国电视主持人 卡尔森的访问 这也是普丁自两年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访问 那么在当被当面问到 卡尔森何以取得普丁专访时 在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说 这位美国记者的立场绝对不亲俄罗斯 亲乌克兰 而是亲美国 那么在这个礼拜 前往莫斯科进行专访的卡尔森则说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就没有西方记者费神要求专访普丁 好的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朋友们让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下 然后我们再和您一同关心 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总书记习近平 在昨天向党外人士代表质疑新春祝福时 他再提是制度自信 并且期盼全国工商联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 坚定发展信心 共同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他提出了三点希望 一是坚定制度自信 坚持并发展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二是广泛凝聚共识 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则是强化政治引领 要逐牢坚持中国党领导的思想政治基础 另外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最新的统计显示 2024年1月CPI年减0.8% 继续呈现下滑的情形 而中国官方强调的说 这是受到上年春节错越高基数影响 同时在1月的居民消费价格 这个价格环比是上涨03% 已经是连续两个月往上涨了 在现在官方说呢 1月份的这个CPI的同比变动中 翘尾影响大约是负1.1% 那么1月份食品烟酒类的价格 同比是往下降的 那么在资料显示 大陆CPI涨跌同比跌到了负值 这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了 另外中国证监会主席 易会满在昨天被免职 他在2019年上任时 曾经就被网友称在名字吉利 五年后却在中国的股市 多日大跌之际下台举功了 接任的吴清则因为强硬监管作风 曾经有券商屠夫之称 他是否能够重振股市的表现 可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在中国股市涨跌 并非完全是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职责 不过他却成为大陆民众 对他们评价的重要记忆点 在中共中央及国务委院 在昨天宣布 前上海的副市长吴清 接替易会满来担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席 也让人想到 过去三任证监会主席的结局 结局都不是很漂亮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春节是上海小商品市场的重要销售党期 而业者则分析 除夕前20天就是生意 最好的时候 不少经营者都在和时间赛跑 期盼能够赚个红包好过年 然而在今年的销售情形 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方面的中国新闻 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 卡西斯共同举行了中瑞第三轮外长级战略对话 在昨天举行的这场对话 王毅表示建交74年 双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 保持稳定性成长性 也探索出一条平等相待开拓创新 互利共赢的道路 那么具有典范的意义 中国方面愿意投在这个瑞士方面 一道以卵国领导人战略 战略破坏为指引 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 要开辟中国和瑞士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新前景 另外我们也看到 这是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 叫做秦陵站 现在开站了 已经填补了中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考察空白 而罗斯海是南太平洋 深入南极州的大海湾 它也是地球上船部 所能到达的最南部海域之一 也是人类通过船部抵达南极大陆 前往南极点的传统线路 新的这一个考察站 是位于罗斯海区域的沿岸 临近南极最大的罗斯兵架 这个区域位于东南极兵盖快速的冰流区 那么它是全球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域 它也是极地科学考察的一个理想地 接着我们在中国新闻看到 这是根据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消息 大陆驻联合国大使张军 他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主持的年度工作重点通报会上指出 世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 强调要在联合国的旗帜下 全力加强团结宣导合作 摒弃对抗 大国更要以身作责 发挥建设性作用 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张军也提到进入新的一年 面对重重挑战 世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 中国因此呼吁各方携手合作 共动难关 全力支持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 还有引领的作用 另外我们也看到 这是根据报道厄瓜多 现在以他的国民代表大会 在7号批准厄瓜多 中国自贸协定 所以厄瓜多 现在已经正式的成为 中国第27个自贸伙伴了 带给大家的 那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相关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在中国新闻之后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央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今天是小年夜 蔡英文总统在晚间六点 正式对外发表农历新年谈话 总统表示 这是他八年任期的最后一次农历新年谈话 他要感谢国人同胞过去八年共同努力 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 团结打拼 站稳脚步 让台湾走向世界 迎接新春也是影响国家发展的新开始 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就能守护国家 记者陈林信红报道 挥别2023金兔年即将迎来2024金农年 蔡英文总统在8号小年夜 正式对外发表农历新年谈话 并向大家拜早年 总统表示 他首先要感谢全国的军警 萧海巡 医护同仁 以及中游 台水台电等国营事业的伙伴 在春节廉假期间 坚守岗位 维持社会运作 总统也指出这是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8年任期的最后一次努力新年谈话 他要感谢所有国人同胞 过去8年的共同努力 让台湾克服疫情等各项挑战 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情势 团结打拼 站稳脚步 让台湾走向世界 蔡总统也表示 在今年初 台湾顺利完成一场国际瞩目的大选 向全世界证明民主自由就是台湾最真实的价值 海内外的华人朋友也将台湾坚持的民主价值扩散到世界各地 共同促进全球的民主发展 总统说 在迎接新春的时刻 也是影响国家发展的新开始 我相信 只要我们继续相互扶持 就能克服困难 只要我们继续团结一心 就能守护国家 总统强调新的一年 台湾将稳健向前行 持续走向世界 他也要借着这个机会 特别谢谢国际友人 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 总统最后也祝福国人农年行大运 万物新农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并以台语客语以及马祖闽东语 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快乐 台中市卫生单位到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 台中福利站抽验台糖猪肉产品 减出低剂量的西部特罗 经过复验之后 情况仍然相同 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视察台中春节交通书运后 受访表示 他认同中央将这起事件视为是个案 不过这也代表中央和地方在检验制度上的落实 目前中部整体猪肉供销情况 不受此个案事件的影响 他也呼吁民众多食用市面上安全的国产猪肉 而台糖猪肉产品在经过复验之后 仍然减出低剂量西部特罗 台糖公司今天再次重申 从来没有使用瘦肉精 并且发函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请求协助检验同批肉品自清 台糖表示 由于不同部会 不同县市的检验也都是未减出瘦肉精 为何只有台中这盒猪肉有问题 台糖公司也希望能快速厘清 台糖也表示 已经回收同批肉品 而且已经于2月7号晚间发函 台中市食药处 请求该处协助检验同批次梅花肉品 相关检验费用由台糖负责 台糖表示 只要台中市食药处同意协助 台糖将派员将肉品送达 年假也随时配合 另外年假之后 台糖也将为请第三方检验 台湾旅行社组团赴中国旅游的禁团令 原定3月1号松绑 交通部观光署也预定在春节前公布解除禁令的具体规划 不料却在7号下午突然宣布 由于中国尚未就团客来台进行安排 日前又片面宣布改变M503等航路的运行方式 因此要求旅行业者即日起停止招揽团客赴中国旅游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7号受访表示 关键转折就是路方实在太恶意 近期做出一系列断交以及M503航路等争议 让我方无法接受 陆尔会也指出一再呼吁大陆回应提议 开放两岸人民组团进行双向观光交流 但大陆没有正面回应 还在两岸制造事端令人高度遗憾 而多个旅游界代表协同国民党立委 今天则是召开了记者会 抱怨执政党政府骗选票 选后不到一个月 原先承诺就跳票 并且强烈质疑禁团令的法律基础从何而来 接下来关心的是 总统当选人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前往海委会海巡署舰队分署 进行春节未免 感谢海巡同仁在维护渔权 海洋事务 海域治安 海洋保育 救生救难等的辛劳 并且发送农连红包 而且和海巡兄弟围炉 赖清德表示 海巡人员去年为台湾渔船船长千里送药 挽回一命 可见其爱民的心情 这在其他国家应该很难做到 他说 大家都非常用心 非常努力 而且成果也非常好 不仅仅是主动的救生 救难 像千里送药 我看这个是充分展现 互与爱民的这种心情 这在其他的国家 应该也很难会做到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